感情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馨 中国经济迅速下滑 曾经现成权贵阶层的日子 似乎都像张国老盗旗律一样倒着走了 曾经的现成权贵 如今的日子究竟如何呢 华尔街出大事了 因为华尔街正在抛弃华尔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两个话题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的现成权贵生活的变化 在中国大陆有这么一群人 就是在现成一级的城市 例如大陆三四线城市里 这么一个阶层啊 他们住别墅 开豪车 穿着衣服也都是数千元以上的 那大陆媒体呢 叫这一群人叫做现成婆罗门 这群人是什么背景呢 根据一位网红发的视频的说法是 这些人或者他们的家人 要么是在当地政府的权力部门 要么在做靠谱的 可以及时付款的工程 要么在做现成里数一数二的饮食民店 或者是有独门绝技 吃某个行业的独食 就是这样的一群权贵 报复财经在22号撰文说 这样一群权贵 他们曾经有多风光 如今就会有多凄凉 既然拥有这么好的权贵背景 那为什么报复财经会这样说呢 那么这些人如今究竟会有多凄凉呢 我们先看看这群人是怎么形成的 在知乎上有个账号叫做 扯个锤子撰文说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 小地方主要就是靠房地产行业 比如在南充 主城区人口也就100万出头 在房地产销售最巅峰的 2018到2021年 每年销售总额是超过了200亿 也就是人均超过了2万元 也就是说呢 民众在这种狂热的购房热情之下 一个地区的房地产销售额 就接近于当地总的可支配收入 行业产生了极高的财富回报效应 自然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们 就极容易报复 十多年前 每个县城地级市 甚至一二县城市的首富 几乎都是这些房地产大佬们 而跟在他们身后搞拆迁 土石坊 建筑的分包商们 也能分得一杯羹 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那大家肯定会想 这群人报复就是有钱留向这批人 那是哪些钱留向这批人呢 小城市其实是缺少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的能力的 本地的产业能力创造财富与就业也是十分有限的 所以县城的资金很大一部分 要靠外出务工人员们的外汇 例如撑起县城房地产的 主要靠的就是返乡置业的群体在外面赚到的收入 还有从银行带来的钱 可以说房地产成为了让小地方资金回流的方式之一 小地方一般产业底子很薄 税收自然收不到多少 地方收入除了税收之外 其实大部分主要是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 还有卖地以及举债这三项 转移支付就是中共统筹考虑的 将发达地区的税 大量的税收补贴欠发达地区 这是转移支付 第二项是卖地 卖地这30年来 中共允许地方将土地出让金作为财政补贴 那随着这些年房价的普涨 小城市也开始吃到了一些土地红利 几乎所有的城市 特别是各种三四线城市 都是在08年之后才开始疯狂的扩张新区 而2015年之后 小城市基建的速度更是惊人 在地生前 钱生地的循环中 地方财力迅速提升 但是所有的这些钱 显然是支撑不了地方上 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 那么在这种有限的钱和无限的发展需求 矛盾之下 借债来花未来的钱就成为了唯一的选项 也就是第三个钱的来源 所以近些年来 地方债务是成指数型的增长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火爆的同时 伴随的是地方信用的急速扩张 所以对于欠发达地区 在外贸消费无法提升的情况下 为了GDP的稳步增长 只有依靠投资了 没有了企业的投资 那就是政府进行投资 这些投资造就了前些年 全国各地的基建狂魔 这造就了专门做包工城市的生意人 也造就了这些年的小城市新贵 所以总结一下 债务撑起了当地的基建工程 撑起了当地的房地产 也撑起了这些县城的权贵 所以作者总结说 我们看到城投债与房地产周期是相重合的 基本遵循着地产兴 城投债膨胀 国家限制 地产衰 城投债风险暴露 政策支持的循环 两者是相辅相成 换句话说的就是 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而如今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面终于不够用了 那在此过程中 投资所产生的房地产或者基建的繁荣 信用 乃至房地产信用都会在第一笔债务违约的那一刻 烟消云散 而那时候还手握着他们债权的人 必然就会承担一部分代价 好了 现在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地产衰 债务风险暴露的局面 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到了算账还债的时候了 那这一群权贵现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爆破财经说 县城正在经理基建下滑潮 他最近接触的几位做工程的老板 都是县城婆罗门的四顶级阶层之一 曾经拿到就是赚到 比如河南某县一个雕塑 造价七百万 结果业内人士说 五十万就够了 油水有多大 观众们可以自己想想看 当然这是新闻曝光过的 不是作者杜赚出来的 那也是同一位老板 以前真的是赚钱赚到手软 而现在呢 因为去某县做了一个工程 被深度套牢 两年没有拿到工程款 更要命的是 当地人士变动了 他可能永远都拿不到 剩下的工程款了 这不是一个单独的案例 今年1月 中共国务院发文要求 12个债务较高的省份 除了供水供暖供电等 基本民生工程外 要全面暂停基建项目 这一下就等于断了 县城婆罗门的财路 以往的模式就是跑项目 然后搞定各个关口 然后搞定及时付款的部门 大家都开心了 现在直接把这12个省的基建 总扎关了 就算是有点项目 肯定也是省会及地级市 先喝汤 县城恐怕连汤都喝不上了 所以县城婆罗门的 唯一明智之举就是 躺平啥也不敢 裁员收缩成本 或者成为讨债专业户 可是跟政府讨债 肯定是不好讨的 讨得不好 可能就是自己进去了 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更惨的 政府逼着你继续接项目 当地政府也没钱 那就继续骗婆罗门电资 只要你先电资 后面都好说 你看县长都亲自和你谈了 以后你还要在这里做工程 还怕政府欠你的钱 好说歹说 再几杯黄汤下肚 婆罗门就把新一横决定干了 那这也从此可能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未来等待他们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破产 除了基建推潮 第二个变化是 现在县城很难借到钱了 第一财经在3月29号的报道显示说 地方债余额突破了41万亿元 前两个月发债就近万亿元 那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 今年前两个月 地方债证券支付利息是1782亿元 同比增长了大约24% 所以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是非常大 这对县城婆罗门就意味着 不但基建项目少了暂停了 还意味着水源越来越少了 他们能挪腾的空间也越来越少了 土地这个曾经的县城融资法宝 正在被迅速抛弃 作者认为 县城婆罗门的眼界 未必能看到市场和社会的大趋势 但是他们是非常懂人际关系和人情事故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 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地方债的恐怖局面 不知道时代已经变了 他们却还活在 只要搞定关系就行了的时代里 现在项目和水源都掐住了 地方债肯定指望不上 绝大部分都是奔着基本的民生项目而去的 土地财政也指望不上 县城的婆罗门即使是地头蛇 认识所有的权贵阶层 但他们也拿不到钱 除此之外 婆罗门依靠的县城的权力拥有着 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基建被暂停 地方债筹不到钱 还有利息要还 还要想办法做出政绩 那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们 自己都在走钢丝 一方面要应付考核压力 所以有的就要求下级造假 例如中共媒体曝光的山西某县 就要求村干部去注册企业 营造市场主体增长的假象 另一方面他们还要考虑 如何把县里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做平衡了 这个事难度非常大 所以连县太爷自己也还受不了了 那么大家想想 婆罗门起家的靠山县太爷们的日子都不好了 他们缺钱的时候 底层韭菜都割完了 没有韭菜能割的时候 会不会盯上身边的婆罗门了呢 所以作者最后说 曾经有多风光 如今这些人恐怕就有多凄凉 后面的几十年恐怕都是吊打县城婆罗门了 能躺平敢躺平的 就已经可以说是人生赢家了 原因很简单 旧的经济模式创造财富的模式破灭了 新的经济模式创造财富的模式没有 那追债的人一定会堵在门口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美国银行的情况 以前经常听金融圈的朋友说一句话 华尔街上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和大脑 但是现在这句话可能不再适用了 因为华尔街上不再有华尔街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华尔街是曼哈顿下城的一条街道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 随着美国金融业的迅猛发展 证券交易所和许多大型银行 以及金融机构总部的设立 华尔街这条街的名字 逐渐成为了美国金融业的代名词 华尔街日报在上周末出了一篇文章 说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 上周五关闭了位于华尔街45号的分行 结束了该行与华尔街150多年的实体关联 那鉴于摩根大通这家老牌银行 在华尔街的悠久历史 该行的最终离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文章指出对于游客和普通市民来说 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曾经遍布华尔街的银行和经济公司 大多数其实已经离开了 搬到了曼哈顿别的地方甚至是更远 那摩根大通的总部是在2001年的时候 搬到了曼哈顿的中城 现在华尔街银行是怎样被定义的呢 是被定义为交易业务遍及全球 由投资银行家为首席执行官们 提供咨询的金融机构 那随着银行业的规模超出了 华尔街的容纳能力 实际位置是否在华尔街 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 所以慢慢的 华尔街23号和其他历史建筑都成了空壳 店面空置 外墙挂着出租的招牌 根据房地产经济公司贷代理银行的数据 银行在华尔街的占地面积 只有几十万平方英尺 而20多年前就是2000年的时候 这些银行的占地是500万平方英尺 虽然现在外地游客仍会前来拍摄历史建筑 和附近五位女孩的雕塑 但是这里的银行家已经寥寥无几了 现在的华尔街60号 矗立着一座55层高的大楼 这座楼建于20世纪的80年代 先后由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银行所有 但是这座大楼自2021年以来是一直空置着 一位见证过这个过程的爆摊摊主 Rally说 没有人再来这里了 他是自1991年起就在华尔街经营报刊厅 Rally正在考虑关闭他的摊位 因为自疫情以来 客流量减少了50%以上 他说游客虽然有点帮助 但无法弥补银行员工撤离带来的损失 他说以前银行的员工们是 每周五天都会来光顾他的生意 那么其他在这个华尔街上的大楼 是什么样子呢 报道说 创立自1991年的高端连锁健身房 春分健身俱乐部位于华尔街的14号 以前这里是美国幸福银行的总部 大楼顶部设计的很像 哈利卡纳苏斯的陵墓 除了健身俱乐部 非常接地气或者说大众水平的 折扣商店TJ Max 现在在这座大厦的地下室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厂内经纪人 Tuckman感慨地说 他还记得这里是一家实体银行室的情景 它有巨大的天花板 每个出纳窗口都有精美的手工青铜器 当然这是他的一种感慨了 虽然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是因为银行业的规模超过了华尔街的容纳能力 所以实际位置是否在华尔街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 当然这是一方面原因 不过看看最新的银行财报和银行的消息 另一种趋势也确实值得大家思考和观察 美国银行最新的业度业绩是下滑了18% 花旗银行也在大幅裁员 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一的报道说 巨型的投资公司正在取代银行 接管美国的金融体系 报道引述了一组数据说 2008年的时候 美国银行和投资公司各自管理的资产规模大致相当 大约都在12万亿美元 而如今根据华尔街日报汇总的数据 传统资产管理公司 私人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对冲基基 已经控制着大约43.5万亿美元的资产了 这几乎是银行23万亿美元资产的两倍 有人很感慨地问道 这会不会预示着一个时代正在结束呢 那么观众朋友们 您是怎么看华尔街目前的这个现象呢 欢迎您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们